為什麼到這個時候 習近平還敢造神 然後上海印刷長還要為習近平的新書復工 然後裡面的內容叫做習近平在上海 對 我先說剛才講華山路是吧 因為我去上海很多次華山路什麼概念 華山路過去叫法租界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地段是非常繁榮的 對 華山路旁邊就是橫山路 上海市政府最早的招待所就在橫山路 這看起來就是老外住的地方 所以說這裡洞見觀山 過去北京有三里屯的這個小酒吧 橫山路跟華山路就跟三里屯一樣 晚上有許多PUB 就像台北山安和路一樣 或是田姆一樣 所以這些人簡單來講 這邊是有錢人 有錢人基本上都過不下去了 所以才貼這些東西 或是有錢人比較怕死 敢告訴大家說 這是上海的實況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也補充一下 中國網管部門嘛 這中國自己的網友說 他覺得很不尋常 說有兩股勢力在上海拉扯 哪兩股 就習近平跟江系 跟江系 下面流的接龍也很多 這邊有逝者接龍 這邊很多人站不起來說 對 我覺得江系現在越來越厲害了 我覺得習近平基本上是有問題的 網管都沒有刪掉 沒有刪掉 網管好像隔山冠虎鬥 所以真的有兩股力量 像過去這種東西 你妄議中央這四個字 就被卡掉 對 所以我今天回來 正好所說的 這個東西新聞出來之後 全上海人炸鍋了 為什麼呢 都沒東西吃了 結果你搞大內宣 搞大內宣算了 而且是什麼 給我們送精神食糧來 現在是意志力戰勝法 這個上面寫了 習近平在上海 是之前大概半年前出的 先吹捧說2007年3月到10月 習近平臨為壽命 因為陳良女貪腐嘛 被鼓腔拔掉嘛 所以呢 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 緊急被調到上海 只有七個月 就開始說習近平這七個月 多麼英勇神武 多麼棒 對比現在很諷刺 結果呢 這個還不夠辣嘛 各位知道最新的書叫什麼嗎 什麼 最新的書叫 《習近平在上海的足跡》 問題完蛋了 什麼叫習近平 確診者才會有足跡耶 是習近平確診了 還是病毒在上海恨襲呢 這不是高級黑嗎 這個出版社這個時候 為什麼 他還大大聽了公告說 所以真的有人搞習近平耶 說啊 我們本來是被迫停工的 但是呢 基於這本書在24號要復死 所以說呢 要先上寫15萬本 所以我們提了公告說 習近平在上海的足跡 我們一定會準時交貨 這根本搞習近平嘛 大家看的地方覺得 這個書名怎麼這麼有趣啊 對 就好像呢這個李政浩在寧生北 東區的足跡 東區的足跡 對 這基本上會心一笑嘛 對 所以我都覺得 上海的很多亂象 或上海的很多真實的狀況 剛好反映了現在中國在疫情啊 兩股力量 兩股力量正在拉扯 否則這些東西 接下來 接下來 這都是上海 或是呢 這個中國自由網民啊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不言而喻啦